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湖南凝乡的不少农户心机如焚 原来 疫情导致运输班车中断 自家养的灰汤鸭和土鸡运不出去 喂养成本也增加了 了解该情况后 一对85后海归夫妇把车开到各农户家门口 还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滞销产品 以此解了农户们的燃眉至极 1988年出生的张晴 四年前从新加坡回国 与丈夫一同创办 线上生鲜订购平台《劳农快线》 他从今年1月29日开始尝试网络直播 并通过上农户家收购 以及当日无接触配送等方式 让新鲜从产地直达消费者餐桌 还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特殊情况了 大家都不能出门 所以在线上购买生鲜 然后为了就是让他们放心 我们真正的是这个新鲜的 健康的这些食材嘛 所以我们就做直播 就带他们看我们菜地啊 包括我们中养职的这个实施情况 在直播过程中 张青做主播 丈夫则帮忙开车 两人搭档帮助 当地20多户贫困户 销售了100多只家禽 其中村民张伯里 就有20多只灰汤鸭 通过这种方式售卖出去 直播不仅让张青 找到了企业在危机中维持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同时为农户的滞销产品提供了新的销售渠道 猪农也正是他回国创业定的一个不变主题 他向记者表示自己所需的专业是市场管理 因缺少农业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定期走访农户 进田间教室 紧教中养之专家等都是必修课 其实我是一个门外汉 我是一步一步的靠摸索 然后靠讨教 给他们去深入的了解 我才会知道这么多农业方面的知识 一开始真的是一头雾水 如今蔬菜不同生长阶段的试肥操作 鸭子什么时候脱毛 果园物理杀虫等 对张青来说都不是问题 经过四年的发展 目前老农快线拥有8000余名会员 在山沙市开了两家门店 2019年实现销售额400余万元 公司运营布入正轨后 他便将省定点贫困村 会当振兴村作为精准复品点 和定点采购基地 80%以上的员工是附近村民 一万多 对于销售额是两万多 上个的经济位置就房子 具章经介绍 疫情防控期间 公司线上订单同比增长了120% 一个多月的时间 销售额突破了100万元人民币 不少苹果固家养殖的积鸭成龙圈粉 成为指定购买商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